骨骨肠镜是指胎儿什么?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樊杨洋 陕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在孕期监测孩子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比如说双顶镜呀、头围呀、腐围呀 骨骨肠来评估孩子的健康状态 和他的生长发育的曲线 那么骨骨肠就是我们的大腿的长度 也是胎儿最大的一根长骨 它也是在监测胎儿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的一个指标之一 我们会有一个标准的表格 就是每个孕周宝宝的孤股肠应该达到平均值的多少 基本上会按那个表格来一一对应 看宝宝发育是否正常 有时候宝宝的孤股肠有几种原因 比如说一种就是爸爸妈妈个子比较低的 那可能是受遗传的影响 这个情况下基本上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那么出生以后给孩子再增加营养 还有一种我们临床上比较多件的 比如说在同孕周宝宝的孤股长短 那么这个时间相应的头围呀腐围呀也都小的话 我们在临床上的定义它叫FGR 也叫胎儿生长受限 就是同孕周的宝宝 我们的宝宝可能相对小一些 小于同孕周两周 我们把它就诊断为胎儿生长受限 这个时间除了让孕妈们增加营养以外 有时候如果增加营养 孩子增长的效果不明显 可能会建议住院我们打些营养针 比如说脂肪乳鸭胺基酸 促进宝宝的生长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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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